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由於網購的新奇再加上連鎖超市的大局展店 現在很多傳統市場都沒落得非常的快 也因此市場活化成為了一門協學 那在上中我們看了兩個國外的非常經典的案例 那這中呢,我們要來看看台灣從北到南 有哪些市場也拖塌換骨成為了網美大卡熱點 首先來到大家所熟悉的天舞市東市場 市東市場從1992年開始營運 那目前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 傳統市場給人的印象總是又髒又亂 不過經歷了一場大改造後 市場內市酒家攤販呢,經過設計師的敲手 都成為了極富設計感的時尚攤販 市東市場更成為年輕人喜愛的文青市場 由設計團隊美好關係以完全免費的方式 徵求攤販進行改造 經過協商後有19間攤商願意配合改造 美好關係團隊與相關科系的學生 在一日之內將攤位翻修完成 一樓市菜市場,每個攤位都有各具特色 像燈光美氣氛家的有機蔬菜攤 白放整齊又充滿鮮明的色彩 精緻到以為是模型 或是有20年歷史的花店 從門口一路延伸到店鋪 點亮入口的公共空間 很多店鋪更是充滿設計感 店名又簡單的設計字體 帶有小清新的日式風 或者是歐式風格 像穿插的幾間咖啡廳 提升了整個店家的質感 而二樓滿滿一國風情的美食街 是在地居民的廚房 也讓許多觀光客慕名而來 讓大房的人無論如何都有想 多待在這邊一會兒的理由 接下來的東門市場 過去曾經是舶來品 南北獲得重要集散地 自1977年作為市場 成為現在看到的地下一層 地上三層的建築物 面積總共有2000多坪 是台灣單一主體的最大市場 2015年由新竹市政府 跟清華大學合作 共同改造東門市場 當時100多個攤委 並以創新思維設立了清創基地 鼓勵年輕人將新的餐飲點子帶入 進而創造話題 成功地把人潮帶回市場 不僅一圓了青年的創業夢 也成為人氣的觀光景點 有了人潮 攤販也更有意願進駐 至今已經累積了571個攤委 在東門市場除了吃吃喝喝外 比較有特色的是 還會不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像玩手作、陶椅、皮革、木工、插花等等 因此也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與家庭來參加 讓傳統市場增添了很不一樣的色彩 看完以上的案例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 基本上這些資產是歸政府所有 所以如果在市場活化的話 主要就是兩條路線 第一個呢 由公布提供更低點的租金 然後吸引這些新創團隊的進駐 並給予顧問輔導 第二個呢 政府願意開放更多的機會 然後委外給這些民間團體 讓他們可以來投資改造 那未來的話 我們也期待有更多的台灣的傳統市場 就可以被改到創新喔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一段 visit